所以台中跟他讲 你的家乡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安意外 这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 新速复发的这个 怎么可能 我的这个掉币 在高空中31层楼高 你居然重达3.3吨 你40公尺 啪的直接掉下来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你怎么可能出现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 你今天掉到了捷运的轨道上面 本来我以为说 你掉到是直接砸到捷运 没有 你在掉下来的时候 捷运才刚刚出站 其实你是有时间 去做反应的 结果已经告诉你 不要开 我以前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跑台北捷运的 没有想到说 这样发生这种事情 你应该马上停电 要马上停下来 你怎么还会撞上去 宝洁哥这个事情伤了很多人的心 这个房子在台中 它的价格是偏高 但它是个豪宅 旁边有捷运 还有这个大卖场 很多人都想要住进去了 就今天中午发生这样的事情 整个重新复发31楼的 这个整个掉币 它的钢索断裂 这是常常讲的 现在目前在查 我知道工人都已经 现在到台中市四分局 检察官都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录影 他们正在问 你今天掉下来这个画面 你看 整个钓壁掉下来之后 它掉到地上以后 下面是什么 就是捷运 你看这个空拍图 它并不是直接掉在捷运的车厢上 我开过去刚刚被你砸到 不是 因为它掉下来之后 你看 它整个掉币弯锁 对不对 它掉下来之后 就打到了这一个捷运的轨道 它这个轨道是有防吊落的 所以它还加在这个罩子 但它太重了 它从三十楼掉下来 它是一个 整个砸掉 它一个掉币下来 它只把他打破了 所以你看 这里是不是打破了 打破以后 它就横沉在轨道上面 一个这么大东西 打破我的玻璃罩 打破了以后 还横沉在我的轨道上面 请问 我今天坐在捷运车厢当中 当时车在哪里 宝贾哥 就在车站 在车站 对 大概150公尺 没有往前开啊 那个时候重担是什么 宝贾哥 因为好几个人 像八个人受伤 一个人不幸死亡 对不对 他们当时的状态是 我们在上驾车 台东的监运观众朋友 它是无人驾驶 所以只有随车的服务人员 它会跟你一起上车 站在车门旁边 到了以后 它会下车以后 注意大家过去以后 有一个gap 但是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 门开着的时候 碰一下 前面掉下来了 所有乘客下了一跳往后退 然后广播就一起讲说 要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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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还在往前走 门关起来了 因为我要往前走啦 时间到了 所以宝贾哥不是还在往前走 你就是听我讲走 这种状态不是应该马上停下来吗 所以当时现场我刚刚讲 不是有至少两个工作人员吗 他们的无线人不断的 他们在呼叫 要停车 也有广播 车上广播 要停车 他说有月台 也有一个工作人员 月台有一个女性工作人员 不但用无线电说 赶快要停车 好 那一直讲要停车 导播这个画面 你现在刚刚闪过去 有没有看到 宝贾哥车上红红的刚刚那个 导播再放一次就知道了 应该就是手动的刹车系统 有没有 墙壁上面车厢在下车前 因为他刚刚开通的时候 有开放所有台中汽车上去看 那个应该就是车上的刹车系统 那为什么没有人拉呢 你车上广播一直喊叫停车 你注意看 在这里有没有 红色的人看到 就这个 现在右边有人走过去 墙壁上红色的东西 是不是他要叫工作人员去拉他 不知道 可是宝贾哥你回头再看 车上的乘客 他们多么的无辜 我今天在搭车 我到了捷运车站的时候 我在开门上下车的时候 突然听到轰天巨响 我看到我前方眼睛目视可见 150公尺 已经钢架已经断落以后 掉在我的轨道上了 宝贾哥问题一 为什么东西掉在轨道上了 有人讲说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钢梁 它横程没有压在轨道上 不会的 因为它这整个玻璃罩都打破了 所以轨道上一定侦测到异物 所以显然它是不是没有 异物侦测断电系统 当有东西掉到异物上的时候 很多系统都 直接有石头有什么 我就停开了 我根本不会开过去了 显然它没有作动 它没有启动所谓的异物侦入以后 轨道有异物以后 我就断裂 第二个 我没有断电状况之下 车子完全在自动驾驶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还是一样的 开车门上下乘客 关车门准备往前 往前开150公尺 明明知道有这个断轨 还给它撞上去 有这个掉弊物 那你的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 为何无法在我刚刚讲的 可能长的话30秒 短的话15秒 把它解除呢 无人驾驶最重要就是安全 你没有安全 你根本什么都不用谈 而且你不要说 你车上有两个人 你这个月台上还有人 你的行动中心照理讲 你是完全监视整个路线 你台中的这个捷运路线也不是长 长到完全无法控制 我就不能理解说 对 这个是不是紧急 这是紧急使用程序 你这个可不可以断电 你的紧急断电程序到底是什么 你怎么可能 当然新复发一定要负责最大的问题 新复发怎么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 第二个是 如果你今天台中捷运 你这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你居然还往上撞上去 那以后谁还敢搭台中的捷运系统呢 所以你就知道 台中捷运它像易为奥的就是什么 它是一个无人驾驶的车 但是它很安全 那很安全你就要做到安全 今天出现刚刚讲三个 无人驾驶 一定要以安全为最高原则 不是无人驾驶就是安全 无人驾驶里面 安全是一个无可挑战的原则 所以如果说车上这东西 这个我们要看 因为明天台中市政府 已经开机会写这个部分 这是不是可以手动直接让它 即使在行进间我强制刹车 那是不是要有工作人去做这个事情 虽然短则15秒长则30秒 第二个 回过头来当天 就今天中午了 今天中午当时在车上的 这位加拿大籍的这个老师 他受伤了头都撞了一包 对不对 他说什么 他说掉下来之后 他的说法太明确了吧 他说车根本都还在月台上 门都还是打开的 门还打开着 所以表示说就我刚刚讲的 还在上下车嘛 不是已经说我开到一半 来不及刹车撞上去了 不是 是掉落时车根本都还在上下乘客 是停止状态 然后就听到巨响 看到掉臂掉落 而且还尘土飞扬 这个时候呢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发生惊呼 因为都眼睛都目视到了 这个时候呢 列车 最恐怖了 却开始关门 然后开始这些 照顾的人大喊说 不要不要不要开车 要停车要停车 但是呢 门照关 车照动 往前开 150公尺之后 撞上了这个掉臂 结果呢 发生了这个一死八伤的不幸意外 这个训练有问题 这个系统有问题 而且刚才讲 这个不幸是件事 你就是因为撞上去 逃不开 你撞上去之后 他弯过来 弯过来以后 这个掉臂 穿过来以后 把门给弄破 门弄破以后 有一个老师站在门旁边 才造成这个不幸伤亡的 一开始大家都想 八伤 最后不幸的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他从这个破掉的门 掉到那个轨道里面去 大家才发现 下面还有个不幸的立案者 那你整个过程当中 你已经看到掉臂了 你车子无法停 这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第二个 你撞上去之后 造成了这些伤亡 而没有办法 让你的自动驾驶系统 一定有行控中心在管 行控中心跟随车人员 都无法再看到 有掉臂的状态 明明知道前方150公尺 有一个不可撞上的东西 还是硬撞上去了 这会是 这整个台中系统的安全性 受到最大的疾疑 难怪这个加拿大的商人 非常生气 对 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 事发前列车都还停着 你怎么可能在掉背掉落之后 列车还启动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所以显然这个东西 已经入侵轨道之后 他没有办法自动断电 他也没有办法解除自动驾驶 他甚至没有训练好人员 手动刹车 所以才造成这一次 这么重大的一个伤亡意外 董事长 刚刚讲 你过去 你有做营造 你有做工程 你也对这个非常清楚 你说 在整个大楼上 31层楼高 重3.3吨 长40公尺 再怎么样的状况下 只要老简做得好 只要前面程序做得好 你根本不可能这样掉下来 我们反过来讲 我要接刚刚 这个伟汉前面的说法 我觉得伟汉讲得非常完整 所以这个人员的伤亡 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终结的人员 操作 操作 操作失误 去撞的一个 不该撞到的东西 而产生的人员的伤亡 就是东西不该掉下来 然后你的车 那另外一回事 不该撞上去 不该撞上去才是核心 因为撞车才是死亡 跟受伤的原因 所以我们先把 为什么撞车 要搞清楚 刚刚武汉讲得很好 这个老外讲得很好 东西在前面 一个东西已经煮在 停了 掉下来了 在我的车头前面 看到一个铁 看到一大块的铁块在前面 结果车子往上面撞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了车头前面 有重大义务的时候 我车子没有办法停下来 那好 我去问台中市政府的人 那个时间总共多少 40秒钟 40秒钟很简单 当然可以停下来 在理论上 以今天我们现在的科技 前面 你看到前面车子有异物的话 这个车子就不应该再关门 不应该向前走 怎么反而还关门向前走 所以今天台中捷运公司 当然要负责 负责很简单 一定是这种法律问题 先把那超多人压起来 收压再讲吧 这很简单的道理 先谈伤亡这部分最重要 好那再谈第二问题 那是不是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 是不是这个车子当时在采购的时候 就有问题 它的系统本身就没有这种防撞的能力 但是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它这个应该不应该撞的撞上去 才是今天问题的核心 那这个系统有问题 系统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今天台中市政府 应该针对的 它这个你讨厌的中运量系统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工程的总体检 做一个行政调查 先不要谈司法调查 先把你行政调查清楚 你可能根本就是系统 你当时买东西就买错了 这个要搞清楚 今天死了人 伤了人 这个台中市政府 要完全的负起这个工程的检查 跟管理不当的责任 这第一个部分 先把这部分讲完 这是撞车的部分 再来第二个东西很简单 怎么会有一个东西 从那个几十层龙高调查 我们刚刚根据我们刚刚的推断 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它是一个叫做 它是一个调车 调车因为完成工程之后 要拆卸退出这个工程 退出这个工地 我们的专业名词称之为退场 退场 要退场 那退场的时候 你在这种重要的交通设施的 高空作业 包括我们火车 这种重要的交通设施 上次不是发生过 火车的这个礼拜天 礼拜六 结果有人在施工 对 就搞得林家隆下台那一次吗 一模一样嘛 一模普悠马号码 这就是在重要的交通设施的上空 你开始有高空作业 高空作业 你这风险系数就高很多很多 你要受到 你第一个问题 他们现在在推责任 说这个应该是属于 劳检局管 因为属于80米的高度 80米以上 那劳检局势管 80公尺以上的作业的 这个检查是全台湾省 全部归劳动部管 劳动部管 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那终结高空的部分的作业 归劳动部管吗 当然归台中市政府管 因为你这终结的上空的高空作业 有可能损起伤害 中结 中结的设施跟设备的话 这个中结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或是说台中市政府的公务局 怎么可以不知道 应该台中市政府要有准驳的权利 我没有我准的话 我根本不让你施工 而且就在我的重要轨道旁边施工 这都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种在重大的这个交通设施的 高空或是周围的作业的话 要更严谨的规则来管理它 而不是一句话 推给所谓的这个80米高度 是属于这个中央管跟地方无关 这个台中市政府态度有问题 所以台中市政府我怀疑 甚至于没有相关规定 才是可怕的事情 如果台中市政府在终结 整个沿线的周围跟高空 没有相关的施工的规则 跟规判的话 那台中市政府对这个事情 他要负责任 那怎么会 你这样子怎么会在高空中 有人讲是光锁 有人讲是罗斯 那谈到这个问题 先谈责任问题 所以说因为这个重要设施的周边 有一个政府的责任问题 因为你如果说 今天是台中市政府 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今天你要高空有东西 有在高空作业 你要经过我的准博权的话 我公务局要批 我要盖章你才能够拆 你没有我同意 那我要盖章 我知道你在附近施工的话 我就要派员去监督你施工 我就要加强 这个会影响我的这个 可能终结着旁边的设施 财产安全的问题 在拆卸 机械的过程当中 用这种高空作业 就是所谓80米高空的话 应该要有劳检中心 台中有劳检人员 要会同办理 要先写报告 没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你阿娃娃 想猜就猜 想猜就怎么那么简单 你要报告来 你要有公安人员在旁边监督 有我们政府 有完整法律规定 怎么可能这种事情发生 就表示有人偷鸡摸狗 官商勾结 可以才有这个事情发生